如来建筑众生要与效法 得不苟重者 为世人说我少出家 得过了多罗三百三不提 这是为众生说表演的 为什么这些众生喜欢效法 效法是人天法 人天地有福报 人天地有福报 从前有 现在是越来越剥落 我们要很冷静去观察 不要有沉洁 用客观去观察 三十年前 六十年前 九十年前 你们的年龄还不够 我能看到九十年 最近的三十年 比前面三十年的人 喝得辛苦 前面三十年的人 比现在有福报 再往前推三十年 那个人就更有福报 过的真的是人的生活 现在过的不是人的生活 吃的东西没有味道 不是味道 住的房子 住的房子 都不像房子 别看高楼 说几十层的高楼 不像住的房子 住这里都没有安全感 哪有像从前小茅屋 它真有味道 一同的一千交通工具 骑个马 骑个小驴 坐个牛车 真有味道 现在虽然速度快 好像都在拼命 那个人的乐趣完全没有了 从前古人生活在 诗情画意当中 真地有美 现在人想象不到 无法想象 现在人为什么活着 为钱 为名 为利活着 以前的人不是 以前人的活着 他有能力 他有道德 那宗教出世的时候 他可以跟神仙在一起 跟佛菩萨在一起 他有乐趣 死了之后 不会躲散我道 为什么 不躲散我道的一眼 心里头 没有贪嗔痴慢意 有什么呢 中国人有 仁义 离止性 没有贪嗔痴慢意 心安 理得了 道理明白的 心是安 心是定的 这生活都快乐 拉下现在 天天晃晃晃晃晃的 故事都不是人的生活 我这个年龄可以看90年了 我们童年的时候 祭祀了 十岁以前 我们吃的蔬菜 有腥味 那真好吃 现在味道没有了 肉食 我们是断了60年了 我相信现在的肉 不是味道 我曾经问过 方子母 方东北先生的夫人 老师过世之后 我对师母 常常照顾的 所以每一个星期 总会有两三次 就看到 有一天我就问她 我说 师母 你想想 你们现在吃的猪肉 鱼 鸡肉 跟从前抗战时期 吃的味道 一样不一样 他听了我 大概想了五六分钟 告诉我 不一样 我是心里想着 不一样 为什么 现在是没福了吗 没有福 你怎么能吃到 那么好吃的东西 这得由于福报 才行啊 不是今天 你有多少财产 亿万财富 你有多高的地位 你们有福报 吃的东西不是味道 穿的东西也不舒服 表面看起来好看 穿的真是不舒服 你是现在做官的人 从前中国做官 你看穿的都国家做官服 你们没看到 在其他人表演 你会看到啊 真是舒服啊 现在人穿的西装 不要中国东西了 那都跟外国人学了 自己文化没有了 就学别人的 那个西装的 领子 腰 袖子 都是小小的 那绑子身上多难过啊 我这一次没穿过西装 我一看到那个 就觉得不舒服 尤其还绑个领带 中国人有智慧 中国文化实实在在了不起 中国人得养生之道 非常重视 现在人都不懂了 没有这个知识了 这个东西慢慢就失传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建筑众生 你看 药与效法 得不 是什么 国际经理想起来 染污 染污非常严重 环保 这个名词 这个观念 六十年前 没有 你们想想看 你们小时候 听说有环保吗 大概最近 三四十年 有的 六十年前 没听说过 我记得我第一次 到香格拉将军 是1977年 三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 香港 还没有什么 环保 这个名词 香港一般的楼层 大概是 十四五层的 是 差不多 都是这样的 没有高楼 我那一年来的时候 刚好 刚好第一个高楼 五十层 好像在这个 天行码头里 那个附近 圆圆的窗户 一看你就看到 像圆圆的窗户 就那一栋 香港最高的 层楼 香港也没有 地铁 也没有 这个快速公路 往来都还要坐 渡轮 那挺有味道的 汽车往来 也要渡了 渡过来 还有一点人情味 现在没有了 看不见了 所以 欲望前面想 真的想到 你看释迦牟那佛书 这三千年前 就说人道德 剥落 人无言中 所以我们 初学佛的时候 听到佛经上说 总好像 释迦牟那佛 讲得太过分了一点 现在来看这个经典 佩服的五体投地 怎么佛全晓得了 好像就是讲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来吧 我们起码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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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